你不能說六代是拉皮車 它裡面內裝到五代是差 清大地家很漂亮的 真的我沒跟你說話說我們拉皮車 我不是挑割的拉皮車 今天跟你介紹這一台2023年8月份出廠 2023年8月有這個六代 十二月繼續好看的 就是你娘我不用說 你這個網友到底是在殺小 當初五代大改款 就有渦輪增壓馬力速扭力速變那麼大 會比有航大升級自動駕駛 人就是這樣不可以對你太好 五代喔日本啊說話給你啦 你現在六代他沒有辦法 他已經把那麼多好的東西 把八成都給你 這網友叫做拉皮車啦 換湯不換一顆啦 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那兩個講完一樣的啦 湯頭換一顆這樣而已 你了解嗎 其實他改變很多東西啦 不可以說人家都不換了 從他的外觀 他的車頭、車尾、車身整個拉長、拉寬 他的軸距也變大 所以內裝空間長大了 車頭部分 水箱護照、鋼琴、烤漆的嘛 還來四顆雷達 以前五代的時候 雷達 那個東西我沒想要記得了 不知道是S版的導車影像要加 或是雷達要加 或是VTS 反正就是要開進就對了 這杯他的Tonda Sense就是 比較完整的Level 2系統 你是用雷達下去做偵測 所以它的細膩度、它的準確度 更加好 你本來的特色是把雷達拿起來 尷尬 現在 可不可以說 這是視覺系什麼 好 前後 它是類似空力套件的前後保險桿 這機的相關機 叫做Prestige 新車公司也沒有說這個尊絕版 或者你要把它講P版也可以 沒有像我這樣子練Prestige 新車127.9萬 五代好像2018年底就開始是五代了 到這尊更多了 更換這個六代 不換不行了 全世界都會對一個車款厭倦 你不太久不換 人家會覺得 這個身材有價格 這機的尊絕版 它是配合法斯文的行李架 也只有這個等級有而已 它的後尾燈 我哪有做很明顯的改變 你看看 大、中、小的一個陣型 LED的後尾燈 但是後車看你 除了比較好看、比較漂亮以外 它的安全性應該也會比較好 電動的問題開 我們來看看 後車廂的空間真的很棒 底層 現在都沒有八胎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都穿三角架 反光片 補胎劑 補胎器 這個Gipso的尊絕 它就是 這兩個雙出的排氣管 外面還有做一個造型的四把 感覺像那個比較拋車型 這個車主 它有跟我講幾個重點 新車買的 三兩顆月的時候聽人說 新車落頭 你一定要去做個定位 小孩子很輕鬆 保養長 很會滾這個小孩子花錢 就是說 原廠你配那個台灣的輪胎 這種不好 你要用這個馬牌的輪胎 沒台沒錢 四條幾乎全身的 德國馬牌的輪胎 輪胎勾生 我這張肉眼看起碼九成 好,我們到裡面去 走 你怎麼知道我先在這裡呼吸 這裡面的新車面 屁股很爽 你不能說 六代是拉皮車 它裡面內裝到五代是差 天到地 極很漂亮的 真正 我沒跟你嘲笑 說人家拉皮車 你跟皮條科的拉皮車 這隻除了當初 是最喜歡的 尊絕版以外 它新車還有 選配兩個東西 我剛剛上車 車門有看到這個 迎賓套版 這好像是選配 整隻車都是 3M級數比較高的 隔熱值 前後我剛剛有看是F30的 冰鑽隔熱值 這算F-SK Level裡面算最高的 那現在里程數也可以跑 12000多 我跟你說 它手的、主要的 不是租金的 小姐的車 車庫車 是高 你想要跟這車主 它這怎麼來 車級資料 我都完整整 圓圓本本的 可以給你點告給你 上一次保養 這邊已經有一張 中台中服務廠 說不可以跑百貨圓 各位台中特地 貼紙來 先來幫你騙吧 上一次保養 8000公里做的 下一次保養就是18000公里 我會建議你 後一棟你就2萬 可以做這樣就好了 然後內裝部分 就是全景天裝 你萬一說全景天裝 不可以 現在鐵塘不可能會流水了 你看布幕開起 這鐵塘這麼大 你如果要錄影的 要去山頂七頭 真正 晚上開開 星星月亮太陽 你看到你氣墊子 你幹真的很嚴重 我不會騙你 它是真的配這種高質感的 核桃木的內裝 雙邊旁邊的門子 還有這個冷氣出風口 而且它冷氣出風口 它現在很時尚 這個版本 它配10日機的音響喇叭 這組影響它的高音輸出 是很棒的 然後更完整的Level 2系統 原本的Level 2 應該是沒有全車起步 把你通締 還去錄到後 它的釋放你的鎖車 讓你不要緊急殺住 那個情況 所以它會做到更細膩 那上面都會旁邊偵測 然後這支它有做換檔撥片 然後環境領相 腳部的系統 然後分區恆溫 它這個燈光配置這樣 很漂亮 然後下面有一個無線充電 這個版本的標配 再來就是手自排檔桿 排檔桿旁邊 就有Eco 節能的 就是星尾的 這個開關 帶一個突破反降的系統 帶速自動吸火 電子式手煞車 跟Black號 Black號就是煞車輔助力系統 我們就不用一直踩住煞車 在那邊等紅綠燈 或是說街坡經營不夠下午 像我們以前 可教我們就要扭手煞車 踩油門放手煞車 現在基本就不用這樣 這個車子本身它就有胎壓了 其實它就是胎壓的頂 人家跟國父還要去倒一個這個 在這裡 就是個別的胎壓 數據顯示 你這樣你比較知道 你是對一輪刨鏈 不是對一輪無風 要灌一輪 走音不斷嘛 走音就說 輪胎這個會比較好 你的輪胎比較不便宜 你就不用車車頂 這樣用國父就變這樣 所以就莫名其妙用開這裡 新車127.9 全配格勒紙 你咬咬錄就出去了 是啊 這條鏈子 你給想什麼 不用買130幾萬 好 總和一下 車長車寬都這麼大 走距也這麼大 我還要給你們整合一下 它哪邊不一樣 車頂這裡嘛 來你注意看 這支車電動翅五台以前 對一支車有電動翅 有記憶的兩週的記憶模式在這裡 記憶如何可以你不知道 我在打算 紀錄第一 我沒有在打算 紀錄第二 這支車三個人在打算 不可能嘛 絕大數就是你跟你們太太 你跟你們什麼人可以這樣兩週似的 因為電動翅有 把它挪回来到一模一样的角度没有那么简单 车你在晒,如果是稍微走近你,不对劲你开车就不舒服 修理车就是要晒起来,休闲旅游用车坐转看风整身屋很骗 你就不会累嘛,所以修理车的好处就是这样 前面这个仪表板是10.2寸的数位仪表板 Boss影响360度环境领向,然后6代搭配到10颗安全器 它的底盘是有经过校正跟5代是不一样 所以它的副箱在晒是更舒服的 如果5代之前大家都会反应轮廣的噪音,你会晒得更差 你会晒晒晒的,对车来来,不是人家说一个 我生一个小孩,我也是实际去抠一下,那有差呢 真的有差,就回到重中之重了 这台车,网路现在你看到的,我们ESUM就好了 你若不是你教我会去看 这台Plaistage的尊绝版关注的 选配家都不管啦,都留意啦 水水我们的最美的白色的,它的什么滴滴滴滴滴 都不管啦,都留意啦 你现在可以找到全部行情价一定开到113至115万 你给你搜寻一下,我如果是好小,我告诉你保证 这台车,我们跟客人直接收到的 我们不是租赁车 我们这台是纯自用一手车库 女用车,车籍资料都可以,佐证给你看 你要跟前车主做的朋友,我也就给你做的朋友 看你要做什么 直接做特费价,109万 大人的价差就是明显有4到5万块这之间的 不简单啦 这你现在要去新车公司买到,不好要排队的啦 我这一家一百二十点到过去的选配用,不用百三 现在这样,8个多月,纯9个月好了 9个月跟新车价差,含选配差20几万 这你不知道人买 啊,你这么多买新的好了,你没想要买东西啦 这样知道吗? 好啦,最后,买车 好哥是你们的好朋友啦 压高,你找真信社,你不要家,你求我,真信好 OK,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 二手好车,近载,无驾汽车